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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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初春 张朗朗和王鲁湘两位老友相约在秋醒楼 聊聊父亲张丁 聊聊那些过往 朗朗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说起来我要叫您狼狼哥 对啊 你不是一度曾经要当我们家老六吗 对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您的嘴来讲一讲您父亲的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 包括和您之间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对吧 其实您也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对 我们就先从这个老先生一夜白头的事说起 这一夜白头是和您有直接的关系 对 我实际上也是听说后来听说是一夜白头 是因为我这是在1970年他3月4号他们找了我们家 就是告诉我们家你们家的这个儿子可能被要判死刑 那时候你已经被抓起来了 我是68年 68年就已经抓已经拘押两年了 两年 我父亲听了以后他因为对他说来是突如其来 因为原来他没有想到我会被判这么重 对对对 一个关几年就出来了 对对对 妈妈后来说他就是一夜几乎就没有这么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头就全白了 全白了 我母亲说以前看戏说吴子虚过招官 一夜白头认为是一个传说 没想到一个人在极端的焦虑和困惑或者是觉得悲痛 恐惧的时候 绝望的时候 真会发生一夜白头 后来和张朗朗同批进入死刑号的犯人们 大部分被执行了死刑 而张朗朗在死刑号里待了将近一百天 却奇迹般的生还 用他的话说 自己莫名其妙地差点死 最终莫名其妙地又活了 1977年12月 结束了前前后后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涯 张朗朗终于与家人团聚了 我导致他想张丁先生有个长卷 是他的焦目长卷中间最长的五米多的一个长卷 在那个长卷的最后的一个坝里头 他写的这个 这个吴冠中 袁永福他们怎么去万里长将写声 然后他怎么把它整理成一个长卷 但是很奇怪的 最后一句话 您知道他写的什么吗 不知道 郎郎归来 那个坝里头 那是 就是 77年 对 所以可见老爷子惦记了你那么多年 是啊 这个 因为 74年 极案都要解决 我就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那时候家里可以去看我 所以我妈妈呀 我弟弟呀 哥哥他们都来看我 但是我父亲因为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 所以始终 这个 实际上十年都没见过 没见过 对 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初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 张朗朗将现代诗与画作相结合 记录下了那时一个少年的纯真与理想 后来因为世事变故 他割下了画笔 如今这些年 他重拾画笔 开始了新的创作 这边这一张画 我一进来就盯上他了 我觉得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自画像 对 是吧 不是某一个人 比如说不是娱乐客 不是您 也不是食指 但是是你们的一个综合体 对 脸就是他的内心的一个记录 他是经过了各种的痛苦 或者磨练 所以他脸上整个就是 你也可以说五彩缤纷 也可以说是伤痕累累 伤痕累累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他内在的力量就是不屈 坚强的还要活下去 战斗下去 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那句是 我不相信 是吧 有人说在张朗朗的这些画里 看到了毕加索的影子 要知道 在延安出生的他 见到的第一幅画 就是毕加索的作品 这正是源于父亲张丁 对毕加索的热爱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巴黎 张丁见到了这位自己 崇拜已久的艺术家 这次会面的契机 是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此时的张丁 已经是共和国形象的首席设计师 老爸先讲起在巴黎 如何绞尽脑汁地布置出一个 既有中国风味 又能体现出大国风范的展览 又讲起如何在艺术之都 拔地而起一座 独特的中国展览馆 以至于后来 如何得到法国观众的 欣赏和赞扬 又如何给西方世界 留下一个新中国的崭新印象 当时候肯定 只有他经常能够出国 因为他从50年开始 什么莱比锡 什么莫斯科 什么这个 包括最后是到巴黎 当时很多中国的艺术家 都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出不了国 听说我爸爸他们要到巴黎 当然还不知道能见比加索 要到巴黎开国际波澜会 做中国馆设计 因为董锡文一直画的是法国派 但是他是在越南跟法国人学的 他真正巴黎没有去过 他就到我们家 跟我爸说 把名单里加上我 我爸说 虽然我是总设计师 但是我不是带队的 人家决定的事 我可以提 但是人家决定不决定 决定权不在我 不在最后 最后还不让去 所以东西文也就一直没去城 所以说 我爸要不是在延安木工厂 不做那些展览吧 他没有这本事 一直到59年 从50年到59年 所有出国的这些总设计师 全是他 总设计师都是他 全是他 而且时代建筑的这个 时代建筑美术组织展 都是他 爸爸从巴黎回来 一下子扬起了许多 他跟我们讲 当年在国内 许多有才能的同行 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 还真不少 当然最让爸爸激动的 还是拜访了毕加索 你想 爸爸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 就在黄土墙上 贴了一张毕加索的女人头像 如果是现在 这没什么稀奇 现在的孩子 都可以给你讲一大堆 关于毕加索的传闻意识 可能是战争年代 整风年代 现在爸爸居然 阴差阳错地到了巴黎 居然有机会 去拜访毕加索本人 毕加索竟然还欣然同意了 我爸呢 他是喜欢一个画家 不是跟古今中外没有关系 没关系 他就是直接的直觉 然后他喜欢齐白石 和喜欢毕加索 一点不矛盾 不矛盾 还有喜欢门神 都不矛盾 民间艺术 只要是他认为好的 就是好的 对对对 然后他认为不好的 不管你名气多大 或者是卖的价多高 对他不受影响 是 所以他呢 觉得毕加索正好 他的东西 直接就触动了他自己 对 所以他就喜欢 从我懂事儿 在延安窑洞第一眼看的是毕加索 在东北解放战争 家里挂的还是毕加索 到北京还是毕加索 这个呢 已经变成毕加索是我们家的一个永恒话题 因为别人批判我爸 或者调侃我爸 都用毕加索 都用毕加索 他到巴黎居然见到毕加索 对 而且两个人 现在的流传的就那么几副 其实当时很多毕加索弄的鬼脸 还有那个胡子他们戴着 戴着胡子 对包括在当中世纪的盔甲 那些化妆的照片 可惜现在都不知道流传在哪去了 对对对 他们那个时候两个人的那个共振 共振 对所以我爸回来以后 实际上他六二年化那批 还是这批的东西 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回想 1960年代初 张丁到云南写生后 受到云南奇异风土民情的影响和启示 创作了数百副 惊世骇俗的水墨仲裁装饰绘画 漫画家画军武戏称为 毕加索加成黄妙 画军武讲的那个画呀 他真紫 对 尽管他说这个画的时候 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 我们不清楚了 对对对对 看了这个从云南回来的这一句话 对对对对 做的内部观摩展 对 然后他说 这就是毕加索加成黄妙 对对 那可不就是毕加索加成黄妙 对 虽然当时这是属于批判的条件 批判的在对 为什么毕加索是自审阶级 对 成黄妙是封建主义 对对对 但是他让也说对了是这么回事 张朗朗近些年的画作 正是他对父亲张丁 毕加索加成黄妙风格的延续 也是他对生命的热爱和赞扬 那个时候对我的那个很大的震动 因为过去我爸画漫画 或者画那个彩墨山水 它是另外一种 突然出现这种画 变得特别快 特别快 对对我很大的影响 一开始我爸根本不让我上中央美院 他说中央美院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艺术家 一个艺术家呢 如果中央美院毕业的时候有个艺术家 他进来的时候已经是 所以本来他觉得我们别学 硬学学不出来 后来就我受他影响我画那个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从小受那个中央美院的那个系统 对 美院系统的影响 所以我完全是按照自己想画的话 对 你那个完全不是说中央美院叫做许奖体系 你完全没有让他影响 后来我爸说你可以画 因为你的线很生 因为他们的线太熟练了 虽然我画没有丢 但是我一直当艺品来画 所以我爸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画家 我画的还是文人画 文人画 现代文人画 现代文人画而已 对对对 没有像我爸爸这么 他这么着在这个绘画这种大山上 他是凿了多少石头 爬了多少枯 对对对 披荆斩棘 累得浑身是伤痕 我没有 您就是有时候玩法 玩 还是玩的心态多一点 对对对对 就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职业 或者是一个终生的一个事业 对对对 那老先生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他的命 对啊 是 毕加索是我们家的一个永恒话题 别人批判我爸 或者调侃我爸 都用毕加索 都用毕加索 对对 我爸爸在这个绘画这种大山上 他是凿了多少石头 爬了多少苦 披荆斩棘 累得浑身伤痕 我的父亲张丁 文化大官员正在播出 从延安到东北 从东北再到北京 张郎郎眼中的父亲张丁 是时髦的 前卫的 他爱讲故事 爱搞装饰 也喜欢文学和艺术 我小时候自己在玉彩 写了第一首诗 同学都说写得好 还挺得意 回家给我爸妈 我爸倒毫不客气 说孩子 这不算诗 我说 这个诗不是就是这样 爸爸和我妈妈在延安 订了这么大一个后本 他们两个特别细的小凯 抄的是有名的诗 像那个土耳其的西科梅特 什么他们的诗 还有也有爱情的早期的好诗 号手什么的那些诗 后来我爸爸就给我读那个诗 然后告诉我 这什么叫诗 这才叫诗 爸爸轻轻地翻开那块 成古董的本子 给我找出来一首爱情的诗 轻声地读给我听 那诗从头到尾就是讲述一个小号兵 每当他吹响嘹亮小号的时候 可能声音里融入了淡淡的血丝 当他被子弹射中以后 倒在了地上 他正亮的小号身上 映照出重逢的战友 和招展飘扬的胜利旗帜 我明白了 这才是诗 诗就是另一种童话 在延安时 张丁很少创作绘画 由于各种设计任务的需求 他开始展现出突出的创意设计才能 到了北京 张丁继续坐着在延安时的工作 设计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会徽 会场 开国大殿 游行以及纪念游票的美术设计等等 逐渐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首席设计师 1950年 张丁领导中央美术学院 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此时的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 实用美术系主任 教授 老先生一直想做一个职业画家 是啊 所以后来他从实用美术系 后来他又到了国画系 国画系 对 实际上那一开始 那个时候国画奄奄奄奄奄奄 所以那时候还叫采末画系 采末画系 因为还没有就是国画这个 这个专业好像江峰他们都不太喜欢 不但不喜欢 觉得这个在新中国没有用 没有用 他就是版画油画 这个可以歌颂新时代 对 这个国画有什么用啊 当时李苦山画花鸟子更没辙 所以李苦山就在工会负责买电影票 对 早上字票说是 对对 但是我爸回来以后 他跟李克冉就商量 就说怎么能够让国画起死回生吧 对 又要反对虚无主义 又要反对教条主义 对 从中间怎么杀出一条路来 李克冉伯伯和我爸爸张丁是好朋友 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上班 一路走一路聊天 他们那么谈得来 我跟在他们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 只断断续续的 听他们讲来讲去 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 1954年 北海公园的月新店 举办了李克冉 张丁 罗明 三个人的江南水墨写生画展 这是一个备受期待 也备受关注的画展 美术界与社会的评价 不仅将决定 他们三人水墨写生的成败 更将决定 中国山水画改革的前途 甚至是中国画的命运 张丁他们并不知道 这次写生 会成为当代中国画史上的一次里程碑 但在当时 他至少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画也可以表现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次画展后 一些反对中国画的人 也开始逐渐改变立场和观点 那个时候 我把他一画开了 因为他过去的那个 他主要是画漫画 对 而且他画一些装饰画 在那个时代 他是受西方影响 他没想到 用宣纸和中国的笔墨 用颜色 画出来这么得心应手 他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时那个刘金涛 差不多每个礼拜到我们家 因为想到我爸那么多产 把我们家的那个墙上门板 都是他那个画 托画就贴在上套 贴在上套 张丁先生 这么多年 没人这么画过国画 也没人像您画得这么快 说这个意思是不得了 而且我爸和李克冉那个展览 造成轰动 而且在主要的那个 无论是美术杂志 新观察杂志 这些人民画报 都登过 对 一下国内那时候 好多人不懂 但是你又受到了足够的宣传 对 好多人就要买 对荣宝斋也是一个财路 是 结果荣宝斋就有卖他们的画 一卖我爸发现 那时候工资才多少 是 他一个月卖几张画 就跟他工资一样多了 当然是到了这个五六年 毛泽东做了这个人民 正确处理人民的文化问题 他那个讲话 他那个讲话和后来发表的不是完全一样 他当时也就是说 以后中国的艺术家政府不养了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办杂志 你们可以自己去办剧团 就是淘汰呗 你要那个做得好就可以 所以才有百花齐放 百家证明 这词都是从这来的 在春风袭袭的大好形势下 老爸决定辞掉官职 成为自谋出路的画家 他想自己也能像在巴黎的那些画家一样 不过老爸是在自己的祖国 或许在艺术创作上 会比他们更合适 更顺畅 更得心应手 我爸就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 他买了一个四合院 本来住的是中亚美院的宿舍大宝胡同 是吧 他自己花钱 我买一个四合院 我自己变成职业化的 就是职业化和自由化的画家 后来五六年 下半年我们就搬到了中老胡同二号 就已经搬到了院子去了 对 他这个政策 虽然有这个讲话 真正落实 还有一个过程 我爸已经摩权擦掌 他就往前走一步了 听说他还到香山买卖街也去看了 看院子去 那是后来的 那是后来的街 他到香山是怎么回事呢 是司徒桥在香山买了一个院 司徒桥就跟我爸 知道我爸有这个心思 你到我这来看看 他一到香山比城里的房子大 是 司徒桥家里养着奶羊 自己喝自己的羊奶 然后有柿子树 自己吃自己家的柿子 我爸他本来开局玩笑 他说我压根就是一个农民 是的 他喜欢这种生活 对 他决定在香山买房子 那时候我爸就没钱 他把两个莱卡相机 他最喜欢的都卖了 还跟张光宇有借了一笔钱 还欠着债 但是那时候我爸觉得不换换换 对对对 没关系 但实际上到了57年以后 这些都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梦了 是吧 对对 而且还得老老实实 最后接受组织安排 去中央工艺美院报道去 对 当然也去当领导 是 听说老爷子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不想去 但是最后还是逃不脱这一点 他就 只得去了 结果 这两个房子梦全都破灭了 全都破灭了 我经常听到他说的就是 要想当一个好画家 就不能担任行政领导工作 对 担任行政领导工作 就得踏踏实实的 这个为他人服务 为这个工作服务 你就把自己的 当艺术家的这个梦 就得放弃掉 对 他经常说这个话 责任在那 责任在那 对 我们的人生和画画一样 人生轨迹就是不同的线条 怎么把这些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分清 这就成了不同的色彩和线条 在一个适当的平台上搭建组装起来 可能最后你就创造出来 属于自己的一张人生的大画 后来张宁先生满年终于摆脱各种各种美术上的学校里的教学的这些行政的这个积附以后啊 他好像接到这一个让他终于可以让他退休的这个通知以后 回到家里他在地上还打了个滚 高兴的说他滚蛋了 我从此以后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了 对 那个时候确实那因为他满年很多事情我跟他在一起 对 那一种勤奋那一种对时间的这个争分夺秒啊 在我们家里他就是一个最勤奋的人 最勤奋 最勤奋的人 他在这个艺术道路 他走的确实也非常辛苦 他永远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而且他走的这些路都不是讨好的路 他也不在乎被不被社会 被不被市场 被不被所谓的理论界评论界认可 他不在乎这完全不在乎 爱谁谁 对爱谁谁有点对 不断的不断的否定自己 从这个角度上呢 也是他喜欢比卡索的原因之一 是的 我们看多少个大师 等他一个画被大家肯定了 尤其是被市场肯定了 他就不敢自己再否定自己 不敢了 对 不敢 所以 那个能不能在艺术道路上往前跨 完全看你自己 但是您的这些画 确实和他 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接近 是 我虽然不如我爸画的那么好 但是我的那个感觉 我以艺品的方式 对他做一个遥远的回声 算对一个呼应 一个呼应 对 也是一种文化和艺术基因的一个流传 对